运球就看Uncle Chu 战术就学Coach Lu 大家好 我是非官方鲁鱼双胞胎兄弟Fish L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宗旨就是 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掌球 击败勇士之后 灰熊达成了球队历史上第一次十连胜 这是一段让人印象极其深刻的连胜历程 两次击败胡人 绝杀过太阳 复仇过勇士 拿下过东部新贵三高骑士 还在客场把杜兰特和哈登率领的篮网 揍得毫无脾气 毫无疑问 灰熊是NBA近期最火热的球队 没有之一 从11月底至今 灰熊已经取得了20胜4负的骄人战绩 无论是胜场术还是胜率 联盟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可与之媲美 这支球队在进攻单从来不需要我们担心的 他们要想更进一步变得更好 关键点是在防守上 赛季开始的前19场比赛中 灰熊的防守效率 限制对手投篮命中率和限制对手三分命中率 这三项数据均为联盟倒数第一 而在最近的20多场比赛中 灰熊的防守效率和限制对手投篮命中率均为联盟第一 限制对手三分命中率这项数据排名联盟第二 并且灰熊在他们的连胜作战中 面对的多数是像勇士太阳篮网这种联盟顶级豪翔 那这只年轻的灰熊究竟是如何在最近一段时间内构架出联盟第一防守的 这部影片 鲁鱼就带大家分析灰熊的防守 首先我们可以看灰熊的防守阵容架构 一个肉盾中锋加四个机动能力强的球员 他们的防守策略就像这个回合一样 这里克莱和卢尼已经极为明显地有在外线打挡拆的趋势 但小杰克逊还是蹲在禁区移动不动 这个动作意图非常明显了 灰熊就是让小杰克逊阻止对手的突破 如果你外线认不起三分内线还突不进去 那小杰克逊这个位置基本上就可以收下篮板 其实这样的防守策略这么一看是很普通 好像联盟很多有高个子中锋的球队都会这么做 但灰熊其实有一点是不一样的 在本赛季 灰熊场均10.2次的截断数 高做联盟头把交易 截断是他们最好的代言词 场均10.24阶段排名全联盟第一就是最好的证明 就像这个回合 这是他们本赛季防守最好的写照 当勇士的球刚到第一位克莱的手中时 小杰克逊毫不犹豫从篮下冲向克莱 和队友配合将球抢下来 灰熊打反击 如果克莱这球暂时保护住了 没有被抢下来 那这时克莱最大的可能是选择传球 所以当小杰克逊离开篮下时 莫兰特和安德森分别开始移动 站在了克莱的传球路线上 尽最大的可能限制克莱的传球选择 为什么说这回合是灰熊最好的防守代表作呢 因为克莱接球的这个位置 我们通俗说是低位 但也可以说是死角 而两侧的死角是灰熊本赛季 最喜欢让对手去的位置 灰熊非常喜欢在湖顶给你施压 把你往两侧逼 到了低位 你第一时间不传球 就只能等着被灰熊截断 你如果传球 灰熊其他球员会站在你的传球路线上 让你很难将球传出去 即便传出去 灰熊也会大概率将球篮下 就像这个回合 当波神到底角时 亚当斯马上上去包夹 当波神退到外线时 亚当斯也退回内线去 你只要借掩护到低位这片区域 灰熊就会对你上夹击 而且当波神在外线接球时 灰熊若测这三名球员还没有什么反应 就在亚当斯去包夹的第一时间 他们全部转了身 面对波神方向站位 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等你被假死 想要传球时截断你的传球 大概率就是这回合发生的情况 东气齐挂掩护 亚当斯马上上提包夹 甚至到强测低位这个位置 灰熊三人包夹东气齐 给东气齐压力逼迫他出球 而迪龙早就站在了 东气齐的传球路线上 只要你敢传 我就敢断 这是灰熊最理想的防守状态 把持球人往墙侧逼 亚当斯或者小杰克逊 蹲在篮下准备收篮板 如果他们也出去了 就靠其他球员 联动来篮下对手的进攻 这就是灰熊的防守策略 虽然他们将大中锋 放在篮下这种防守策略 看似是一种笨办法 但是配合全队的抢断属性 让他们无往不利 即使无法断球 也会让对手的进攻打得极其难受 但是相信很多看球的小伙伴 看到这里一定会想到 这样防肯定露三分球啊 确实 就像这回合发生的一样 东气齐和鲍威尔湖顶打挡拆 狄龙绕过 亚当斯收缩在篮下 东气齐直接一个三分 让大中锋收缩篮下 就是容易被三分射死 而且不只是三分 如果对手空位 有着不错的中距离投篮能力 这一招也是很克制大中锋的 所以 向库里在本赛季交出三分产量最多的一年 但在打灰熊时 破天荒地用一招中距离投篮完成得分 为什么 因为库里察觉到了 这是灰熊防守的弱点 因为灰熊的防守策略 就是把库里往弱侧杆逼迫出球 只要你拿到球 三分你就别想投得舒服 所以面对灰熊的比赛 库里三分投的都很有难度 但库里往篮下跑 篮下还站着一个小杰克逊 突破难度太大 中距离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在防守库里上 灰熊这是在他们的防守策略上 对库里做出了很好的针对性 而其他人三分其实都有不错的机会 但就是没投进罢了 但这样的针对也就是库里 在其他球队 很少有球员会有这样的待遇 所以灰熊本赛季防三分率 只有不到40% 全联盟倒数的水平 只要你有三分手感 你就能打穿灰熊的防守 但只要你没有手感 这场胜利 灰熊基本上就是拿下了 所以这么看 勇士是不是很克制灰熊呢 其实是的 灰熊这套防守策略 极其害怕高速传线配合 这也是勇士擅长的 但问题是 他们在没有追梦的情况下 传球的质量就很难保证 如果有追梦 由他交出来的传球又快又准 这就让灰熊极其难受 所以在上一次交手 库里狂砍46分打崩灰熊 与追梦有非常大的关系 可能有人会好奇 灰熊这套防守策略 是不是太过于冒险了 其实三分球和中距离突破相比 命中率最不稳定的就是三分球 不关注灰熊的朋友 可能没有注意到 灰熊有另一项数据 遥遥领先其他球队 就是攻防转换 攻防转换不就是快攻吗 灰熊快攻场均得16.5 全联盟第一 截断收篮板后 快速的进攻次数 排在联盟第二的水平 灰熊有一众年轻人 他们的活力 让灰熊在进攻端极举冲击力 灰熊这套 看似极其风险的防守策略 其实也是为他们的进攻做步点 你三分只要投不进 你就等着被莫兰特和其他人打反击 反正我们年轻人有的是体力 同时 灰熊不只是让中锋待在篮下 当个愣头青 他们在细节方面 他们的处理得足够好 所以灰熊这套组合拳 极其的不讲道理 你三分要是可以打死我们 我们认了 但一旦你们的三分出现断档 你就等着被我们追着打 所以面对灰熊 不只是灰熊自己在赌 作为对手 也得跟着灰熊去赌 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鲁鱼的分析 请点点订阅 欢迎来评论区 与鲁鱼一起掌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